發現說現在有去面臨到一些挑戰 比方說我們其實應該多拚一些心理思想師或輔導人員進去 或者是大概沒有經費就會訓練現有的師資去落實一些社會情緒教育 那但是現在你會發現說可能預算不足時間不夠 那就算有時間有經費 可是每個導師或輔導老師他可以實際上接觸學生的機會並不大 那所以我們就思考說有沒有可能可以有一些遊戲化的科技 結合AI或AR然後可以再融入一些文創元素去做一些數位的教具 那所以我們就開發了我們其實一開始的話是開發一個平台叫做MangaChat 那它是把就是認知行為治療把它變成是漫畫創作的步驟 就是CBT然後用當年的那個Microsoft Comic Chat 對那種方法 他這個人物是預先的還是他可以選擇的 你們已經畫好的 對已經畫好的 然後他其實發了的那個步驟大概就是在 在寫那種CBT的過程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每個步驟他會把它變成漫畫的圖片 所以他其實做完一則漫畫創作他實際上已經把一個CBT的流程把它做過 所以都是三格這樣子 對他大概就三個步驟 對對對我知道啊 對對對 但是中間可以再加格子 如果你有多的想法想要講 他可以在中間可以再新增他自己的格子 因為CBT有時候一個事件他是兩個不同的或不同的覺察 導致不同的行為 對那我們就後面可以再加 就是說他覺得一個格子三個格子不夠他可以再往下加 所以都可以加五個格子 了解了解 所以這件事情的意義就是說 其實學生在記錄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在做一個自我療癒了 然後同時對於老師的意義來說的話 就是說他可以從後台看到學生的資料回復之外 他其實也可以收集到 好比說他的情緒的變化 以及他的一個行為的決策 因為他在十個行為當中 他會有分外向跟內斂的部分 所以如果站在輔導老師的角度 我就會覺得說 對一個內向的學生 我可能應該要給他一些溝通技巧 然後多鼓勵他多講出他的感受 這個學生自己也看得到吧 因為CBT的目的不是說 我也要能夠就是有一個中生嗎 還是說一個學生是小孩跟成人的想法不一樣 目前我們希望說類似結合Pokemon 因為我覺得給一般小學生或學生看 這個曲線會不會有點太 因為小四就會學這個了 沒有聽錯的話 在數學課上 是只是說我覺得這個層次有點像是給輔導人或老師 他可以從數據當中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他我把它變成說 副相跟真相把它類似變成光譜 然後如果正副相分開之後 到底是哪個副相情緒比較 那個意思是說解讀還是需要輔導老師去跟學生解釋 而不是說學生自己看好像照鏡子一樣 那是可能就是沒有完整的了解這些標籤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CBT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要做Coaching 是是是 對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能可以結合類似養成遊戲 養就是寵物 養成自己的好習慣 然後他可能從 就是說寵物他的等級 去理解說 我是哪一個情緒的能力增長 然後再進一步再鼓勵他 他的這個什麼守護林哈利波 對對對 互神互衛 我們現在其實在爭取一些資源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現在其實就是說 這是我們的一個價值 然後也可以有一些事情 如果可以再導入AI的話 那其實我們去年 因為台大的事件 所以很多學校開始關注到我 所以我們後來也得到一個推論說 其實每一年的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說 怎麼樣子可以去接觸這些學生的生命 但其實如果從數據上來看的話 其實9月10月 這是學生入學的 他的生命變動最大的時候 對 他會命到適應問題 這個時候其實是我們介入的最好時機 對 所以我們也覺得說這個東西可能我們未來要做一個增加更多的服務 讓融入CBT的內容 但是是讓更高年齡層的人可以使用這樣子 對 但只是說小朋友 我們總是想說要從小開始做起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平台本身還沒有一個明確商業模式 我們是提供學校現在免費使用 那也有 有些老師說 可能小三以後才會幫我打字用電腦 所以期望我們可以做一些學齡前或低年級的教育 社會情緒教育的方案 因此我們今年才有這樣一個圖卡的設計 那他是結合AR的技術 那所以我們是從平台當中去分類了 就是說50個世界 那你可以發現豬腳他都是沒有表情的 那用這種方法去詢問學生說 你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你的感覺會是什麼 然後他使用APP去掃描的話就會出現臉 然後就可以再去進一步問他說 你覺得不開心 那麼你的感受會是什麼 舉例來說 我就仔細看嘛 說我在吵架 那但是我覺得非常幸福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人很幸福的在吵架 那你可以點 你就可以點他的文字也可以聽到聲音 那也嘗試鼓勵他把這種心理的感受說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做了一個拍攝截圖的按鈕 就是說到時候可以玩猜新遊戲 我可以猜你的想法 所以我其實在訓練同理 然後你其實在去嘗試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對對 那重點就是說到底你為什麼會覺得 這種感受背後的理由要把它講出來 所以對於 對其實 了解彼此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就很多人我們實際上玩過之後發現說 其實對同樣的世界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的 所以在課堂當中就可以去討論 那現在我們是現在因為他這個東西就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販售的方式在結合了App的關係 所以我們又可以在未來有機會導入一些服務提供一些教養問題的資訊 那他裡面附了QR Code 所以等於同於說這個App需要去掃這個QR Code才能辦法去Activate 那總共會有最多可以有4台去Activate 所以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你要先載這個 你要先載這個 從App的東西去Activate 這其實是商業模式的一種 了解了解 一個序號啦 對對對 這個也不難有仿造就是 對對對 沒有做什麼認證 是是是 一個很簡單的技術 但是就是讓它可以綁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是在做的 今年跟BenQ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客室互動的應用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心情或感受也是需要做分享的 那我們有拿到就是國際的這個教育科技的比賽 然後今年也開始跟慶祝天要去合作一些 就是展會的活動 就要先主推這個產品 那今天之所以來這邊想要跟唐委員討論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 就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有關於個資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平台的商業模式 我剛玩這個沒有個資啊 對這個這個台啊 這比較單純 那其實我們 我的理想是說 漫畫新型日記如果可以普及到教育的層面去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每個人都可以去當那個 接住小朋友的那隻手 然後小朋友自己也要學習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情緒 對 那只是說 當然在推動過程當然會面臨一些問題嘛 比方說首先平台現在是免費 還沒有一個商業模式 第二個部分是說 老師在推的時候會認為說 他是辛勤日記 那有沒有個資洩漏的問題 好比說最近有個基金會要跟我們合作的時候 他的理念是想說 志工可以去透過辛勤日記幫著導師來陪伴或恢復 可是導師又認為說 其實以輔導法來說的話 不可以有導師或輔導老師以外的人介入 因為到底會不會輔導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這些志工或者是我們公司會不會有洩漏出去 他們對這件事情是免費的 那你就不要幫他存 就存在輔導老師平板上就好 可是還是要經過我們伺服器做運算吧 不用啊 伺服器可以點對點加密 亂也沒有做運算 就是因為你的概念上面 其實就有點像那個Winnika那隻蠟筆一樣 你就是那隻蠟筆嘛 你不是什麼別的東西 你只是讓小孩多一種表達的方式 那所以蠟筆的製造商當然要搜集Squiggle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從LINE來講 如果現在是小孩自己用一個像Comic Chat 或什麼之類的 自己這樣子畫 那畫完之後透過LINE傳給老師 那小畫家的製造商也不會知道他畫了什麼 那LINE也不會知道他傳了什麼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覺得用類似說大數據的概念去做的話 我們老實說發現很多問題 因為這個如果可以經過一些運算跟統計 又可以再產生更好的功能再提供 你在講的是說當你是有就是Aggregation 就是你有一大堆人的這種心情起伏的時候 你可以去進行就是覺察嘛 你可以看到一個趨勢好像九月啊等等 但你算這些你只需要知道統計啊 你並不真的需要知道他每天心情怎麼樣 就是每個個體對你理論上應該是一個個資保護上的負擔 而不是就是說你對個別的學生的歷程 你應該是沒有興趣才對還是其實你有興趣 我有興趣因為老實說因為我們現在人也還不多 就是使用的用戶還沒有大到說有就是有統計上的意義 所以我前期為什麼我覺得需要免費 是希望我做技術的人我總覺得是說其實你收集夠多的問題 我們再根據問題各個去解決 比如說只要心理智商是提供好的輔導對策 那其實你就可以有些運算 可是你剛剛又說這是他的輔導老師的權限 應該是他的輔導老師拿問題來找你 跟你現在剛剛講的是說你好像逾越了 你變成輔導老師就督到了 但我其實並不會去 意思是說我不會關心學生的個人資料 但是他反映了哪些問題 對 這個我會有興趣 他寫的內容跟他的個子是可以拆開來的 是可以拆開來的 你的意思是說你完全不知道這個學生是誰 對對對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重新追溯到他這個個人 對對 那可是這不可能 因為他是講他的日記 他日記裡面只要提到人名 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有輔導老師告訴我說 現在有些政治人為很敏感說 如果小時候他寫了那些東西 然後最後這個不小心洩漏的話 到時候會造成他未來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對 因為無從在識別的意思是說 任何一般人看到的都沒有辦法反推是誰 那因為你這個日記他是free phone input 就是他愛寫什麼寫什麼 像部落格一樣 那尤其你又是一長段時間每天都寫 那所以如果我有你一年份的日記 即使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看你的日記那種我也知道你是誰 說真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從輔導法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你的資料放在你這邊 而且你要去看他 而且你又不是輔導老師的督導 你也不是學生的輔導老師 我覺得沒有理由 說真的 除非是說這個小孩他很信任你 他的家長很信任你 他特別覺得說這個可以一定程度上面取代輔導老師的地位 那這個時候你跟他就比較像是個案跟治療師的關係 但如果你現在是做一個創作工具的話 那我覺得好像很難主張那麼高的程度而信任 那該怎麼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取得平衡 我的意思是說收集了相關問題 我們才有辦法去分類說問題跟情緒的關聯 以及他行動的關聯 才有辦法透過專家再給予其他的input 可是這個不是理論上他的輔導老師做的事嗎 我們想要導入科技 用科技化的方法做大數據的分析 但是輔導老師大概沒有這樣的一個 可是你輔導數據的分析意思是統計 那你剛剛又說可是你現在還沒有到達統計規模 所以你只能關注個案或你比較關注個案 這跟你剛剛講的大數據完全是兩回事 大數據說你一台電腦裝不下 我們想要慢慢累積那個數據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 因為有些不一定是輔導老師 可能是導師 那導師沒有一些輔導的那個技能 那我們可能要給他一些建議 對嘛 那所以你變督導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的這個定位還是要想清楚 如果你是督導 那就要一開始就想清楚了 督導跟這個老師中間有他的道德 有他的倫理等等 那我在好比上說去見我的精神分析師的時候 說不定我也知道他有一個督導 但是我知道說他們的學會 或怎麼樣對於督導跟治療師的關係 有一個很強的道德儀式嘛 他可以列得出膠帶有同產生核等等 那但是因為你們作為一個科技公司 當然也許兩位都是就是自身的心理師跟督導 也有可能 那但是我的意思說在這個行業裡面 在自身心理師行業裡面 你還是要到一個類似督導的位置 你才能夠主張說 我想要知道這個老師用這套方法的時候的個案的細節 不是嗎 那我們老實說我們是技術人員 然後 當然我自己過去是十年的大學老師 然後我就是會做一些我所謂的輔導 但是並沒有到所謂的學術到這種程度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我也看到輔導老師或老師 像剛才唐委員這樣的疑惑 但是怎麼樣一個平台可以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我的意思說當然我覺得技術上 我是想得到可以這麼做 累積夠多的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做這種運用 可是又牽扯到一些法律或倫理的問題 那可以怎麼樣來做 我該怎麼樣來做 才有辦法實現剛才我所講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就兩個原則 一個是說他自己所給出的個資 他自己要能夠取用 所以以一個小孩來講 即使你說這個dashboard不給他看 但是這個rawl data 他如果要下載 他要自己匯除要怎麼樣 他應該有一個資料可惜的這種自主權 那這樣子的話 假設不好意思 但是有一天你們的平台 如果發展到他不希望的方向去 那他可以主張說我下載之後刪除 這樣子 那這個至少要有退出的權利 有點像說我找一個心理治療師 我如果後來發現說他的督導 跟別人講我的事情 那我至少可以跟他停止這個關係吧 那但是在資料平台的情況下 這個如果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刪除權 刪除流程的話 那大家就會覺得這是lock in 就是變成要說 這個你的資料永遠都在上面有一份 那這個其實也並不符合我們各自法 我們各自法是說你如果目的結束 那你就是也沒有再儲存的必要的話 那他要求你刪除 你就必須要去刪除 那的確像call card有這樣的一個 不會一定13歲以下家長是有權利 可以去要求公司刪除小朋友的資料 對對對對對 那但是因為刪除的時候 如果就都沒了 那這樣子的話 他感覺會非常不好 所以這個通常是跟可惜權 就是整批匯除是放在一起的 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最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明文的存他的資料 那至少要讓他能夠下載跟刪除 這個是就是沒有什麼好商量 實際上各自法的不能以合約為拋棄的義務 這一個 那第二個就比較進步一點就是說 那他比較相信你了 他想要授權你去做一些分析 但是這些分析他要知道說 你這個分析是以他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因為一個輔導老師如果他的目的是要 你知道賣藥 那他就不是一個輔導老師了 那他是還是以那個小孩或那個家庭的 最佳利益為利益 就像我去找燕光師配個眼鏡 我也不希望說配一配他很有系統性的 就是兩個月就懷得了 我就一定得回去找他 或者眼鏡會跳出什麼 蓋板廣告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沒有alignment 那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要有一些方式 讓他們知道說 那你理論上會做這樣子的應用 但是這樣子的應用 絕對不是用在 好比像說精準投放賣東西的廣告 這種用處上 而都是用在 就是我其實也不知道你們 具體怎麼用在讓你的服務更好 那是在用在你的服務更好上 那在這個的過程 他就是需要有一個參與師的驗證 就是他要能夠知道說 好比像說你的這個dashboard 這個曲線圖等等 那你說現在校圓裡面有職工來了 那不是說這個職工他認識你 或者給你一筆錢 他就忽然可以拿得到這個資料 而是說他有一個資料治理的流程 好比像說一定要他的輔導老師 或他的家長 或甚至兩個人的兩把key 這個同意了 那你才能去進行授權 或揭露的程度等等 那後面的這個部分 其實現在因為GDPR的關係 技術上已經有非常多方法去做 什麼secure multi-party 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說我們會使用這些 這些個資加強技術 並不是完全是為了法尊 也是因為說 這可以建立一個比較好的長期關係 對 那這個其實跟治療師的關係 是有一點像的 就是每次我還是要感覺到 欸治療師給我這些建議 他不是為了就是什麼別的利益 他是為了我的利益 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就是願意花多一點時間 去做後面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那個就是 就是隨著你的商譽越來越好 大家就越來越相信你們 但是如果現在你們還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做後面那一塊的話 真的也許可以考慮 就是有一些部分 你目前暫時也想不出來怎麼用的 那說不定就真的點對點加密啊 就是只有他的輔導老師跟他自己知道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主張說 我都沒有看到 那所以什麼政治人物十年之後怎麼樣 也跟你沒有關係 看起來這個平台要做的東西還很多 我覺得你得切開來就是一些是他跟他輔導老師中間的關係 而你這邊就是不應該介入的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說 他儲存在你這個平台上 他有一些社會性 他可以跟所有人分享 那這個變成一個social object 那他自己願意跟所有人分享 那當然他都跟全世界分享 你當然也可以有一份 對在這兩部分應該要切得比較看 那就唐委員 其實從社會企業的角度 對 在商業模式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哪些東西 我們或許可以去做的事情 因為畢竟去support一個平台 他可能需要一些資源的投入 當然我們現在有 就是說一些指牌這樣辦法去獲利 但是我覺得 假設我們都知道Google或Apple 他其實是Invest非常多的人力在研發人員上 包含像剛才有些技術 他是為了要保護個資 對對對 那像你覺得我們這樣的一個平台 他未來的商業模式 應該是要往哪個方向走 因為聽起來好像我們就要更專注在 比方說心理諮商 或者是更專注在輔導的業務 像諮商式的商業模式 通常都是算實行吧 就是實際上你用到幾小時的服務 他就收你多少錢 那你覺得說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就是把它變成是subscription的模式 就讓心理諮商診所或者是學校去訂閱 不是說不行 但是現在有很多公立學校會告訴我說 謝謝你給我們免費使用 因為要是我們的話應該沒有錢 沒有筆算付這個東西 那你的見解呢 但是你成本攤體起來 你確實他用一個小時 你說不定花兩塊才不一樣 就算你把研發成本也算進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事實上成本是很低的 就是現在硬碟已經不要錢了嘛 那你的算力這個好像也用不到什麼算力 所以幾乎全部都是就是你維護你的軟體系統的資安 跟做進一步的研發 都是人力的費用嘛 那你把人力攤到台灣全部的公立學校 真的一個學校一個月二十塊 你就活得還很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你想的不是說他要什麼十萬塊 要一路簽到校長的那種錢 那如果是好比像說我剛講二十塊 或甚至兩百塊 那我覺得任何人都服得出來 輔導老師說明知道要拋就服了 那另外就是說 像有些語文老師也會用我們的平台 來把他用到寫作上面去 所以我先講一下說 現在比較的確是有些學校在用 他們就是很小規模的用在諮商小團體 需要高關懷的學生上面 但是那個量可能就是不足以去 support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營運 那所以我們有看到另外一個機會是說 有些老師是把他拿來做一個寫作的練習 所以我們現在團隊有一點點的掙扎說 我們應該往多用途的方法去做 還是把輔導的這一塊把它做盡 你的app是用app裡購買再收錢 還是用什麼別的方法 我們現在還沒有收錢 但是未來可能就是網站訂閱這樣 但這個不是app嗎 不然他怎麼掃票 當然網站也可以掃票吧 對就是這樣子賣 然後他是免費下載去掃QR Code 但是你並沒有用app內購買就是 沒有 所以還是綁服務作為產品賣的這個模式 對對對 但是網站的話可以啦 因為現在圖卡是圖卡 圖卡大概我就是走通路 網站 那你是金流有串了嗎 網站還沒有串 是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網站的形式 那當然可能透過webapp 就是pwa之類 它也可以裝在手機上 那第一個是說你可以改的比較快 不像這個app store 可能你要等一個禮拜才 兩個禮拜才能夠改一半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你還在這麼早期 還在試商業模式的時候 網站是比app好的 這個我是很同意這一個 那第二個網站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各種不同的分眾 那對你是毫無成本 當然除了網域 但是網域也不要錢嘛 所以你是完全沒有錢 就是你可以做十個不同的分眾 那對你只是抽換那個skin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 網站反而比起說 你有十個app 每個都要打廣告什麼之類的 那你在網站裡面 就是按照它的使用方法不同 你讓它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網站 完全不同的體驗 我覺得這個對你幾乎沒有成本可言 這第二 那第三個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網站上面 你開始採用會員制 然後開始收月費等等 我覺得現在大家比較能接受的 就是說它的這個月費是換參與權 這有點像是群眾募資 或訂閱是群眾募資 大部分人會每個月固定拿錢 給這個創作者 其實是因為他要嘛可以參與創作過程 像很多漫畫家 你付錢給他 他是創作的時候直播給你看 但是畫出來的那種漫畫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開發的方向 或者你的開發的角色 好比像說我付你這個五千塊 但是把我做錢一隻可愛的動物放進去 這個很多人應該會買單 不然Facebook就不會賣得那麼好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以他的參與權當做你賣的標的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時間參與的 就繼續用免費的 這叫Freemium 那這個我覺得是還蠻work的 現在大部分的都是這樣經營 好 關於參與權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覺得這也可以是行銷的一部分 對啊 而且他的就是UGC就是參與的人 那到最後說不定又 合定變成你的新版的新潛預計 在裡面都是各個老師學生 自己把自己這個角色投射進去 然後他這個場景也可以是 特定的地區啊 特定的學校啊 特定的社群啊 那等於你是幫他產出一個 量身打造的這個 那量身打造幫忙做這一盒這個 那這個大家就會覺得 我找一個藝術家 駐村藝術家 那我總得供他溫飽吧 那這個時候幾萬幾十萬 聽起來就已經非常合理 所以其實看起來 我們也或許可以 以這個參與權 假設這個平台開始 第一次收費的時候 對 可能先做一次群眾目標 對啊 先運作一次的行銷 是 然後可能可以先用這種方法 先獲得一些網路的聲量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拓展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說 其實我們就跟很多學校免費 要是告訴他們說我們是 我們是贊助 但是我們是可以用 我們主動贊助 或者是募集社會資源 來提供學校免費 對對對 而且你們還在這麼早期 大家都會問說 那如果你們最後 要去做別的題目了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所以這個時候 有一些承諾 好像剛剛講的資料都會出 那或者是說 你在資源這些開發 就是這些IP 這些的時候 你可以說 如果我們最後打掉了 那我們就會用CC授權 或開放原始 或什麼方式 確保說社群可以繼續支援它 這叫Exit to Community 像那個比較有名就是 John Carmack 他是ID Software 什麼毀滅戰士什麼的 那他每次研發出一款新的引擎 他就把兩代之前的 就Open Source出來 那這樣的話 社群就會覺得說 我買你的遊戲 我無形之中 也是在為未來的這個 城市設計師去存一筆錢 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對社群是有公共利益的 那這樣子也比較 就是往社會企業的 對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都是技術背景 比較沒有做那種行銷 或那個社群運營的經驗 您會建議 我們自己去嘗試製作 還是說有需要 後方的人家 自己找人家合作之類的 我是覺得 像你們這些設計啊 美術這也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我們找實習設計 那做得很好啊 是 對我覺得非常 那個實習真的很厲害 對 我是說能夠畫出這個的人 對於社群經營一定有一些想法 對 所以你可以先從你們的Stateholder開始 就不是只是把它當做這個火機啦 可以當夥伴 確保說他從就是比較新一代的想法上面 可以怎麼樣子去 因為你們的目的是 可以依取長期的信任 對 對 那這樣才有 business model科研 你不是說賣一個產品就跑掉 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就可以先從你的Early Adopter 包含你的Stateholder 包含實習生 在內 然後來去問說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經歷 OK 謝謝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覺得今天我們收穫非常多 OK 謝謝 謝謝 很棒 加油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如果我們要開始要跑 群眾目視開可以再邀請他 可以幫我們拍個 就是在影片當現身之類的 我們現在這個影片 你就很歡迎剪一段拿去用 因為我們是CC秀全 我們就會直接放在YouTube上 所以你就可以拿剛剛我玩的那一段 或什麼的去使用 就都可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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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可以跟他 可以啊 你要在外頭拍嗎 好 好